這個題目 202 那這題最後亂出來結果就是類似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亂出來的 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說他需要有幾個 幾個部分 第一個我想跟前面類似就是說 上面的部分一定要是 年 哪一年 然後呢 A銀行 富利 所以中間就加上TAB TAB 然後這邊也加TAB 那這邊B銀行 單利 那富利跟單利 那裡面的話要跑20年 20年裡面呢 比如說我的金額給多少 假設給放一 放了一個一千塊 那基本上他裡面是要預設是一放一千 一千之後的話跑20年 大概就是最後如果富利跟單利 最後結果要把它秀出來 那所以這裡的話我們需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說 富利計算 他是用那個 所謂的幾次方 題目裡面也有帶到 那這個地方幾次方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富利計算 就是這個地方有一個幾次方 那如果在那個加法裡面會用到一個Mess Mess.POW Mess.POW的一個這個方法 那另外的話單利部分的話就是直接乘上 乘上利率 比如說利率的話 是5%的話是0.05 OK 然後這邊特別注意就是要四捨五路整數 那你只要想到四捨五路的話 在Mess裡面有一個方法叫Round 叫Round Mess.Round裡面就可以把我們的結果把它做四捨五路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該怎麼賺錢 那可以跑出這樣的結果來 那首先的話當然上面部分 先輸出一個我們要的部分 所以這裡的話前面上面部分就是SYSTEM.OUT BREAKLINE 把這個把它輸出 那這個中間的話呢加上什麼 這個中間加上一個斜線T 然後 那斜線T讓他有一個那個TAP的效果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好 我們底下的部分就是要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從那個 其實將來你們考試的時候只有紙本 好紙本部分 那他會說請列出十年 那十年的話我剛剛的 那我們就用十年就好 十年的話你會把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想一下回圈的話基本上 你可以for I 等於1到10 1到10 那範圍的話跑出來之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 裡面要跑的資料 分別就是這一個是 負利的部分 這個是負利 那負利的部分的話呢 公式就是假設是1000 1000塊的話呢就乘上什麼 乘上那個max.paw 1加上0.05的幾次方 那幾次方就根據什麼根據那個 我們的 這個I的值 也就第一年的話是一次方 兩次方 三次以此類推 OK 然後呢 後面的話單例部分的話就是 1加上I乘上0.5就對 這個單例是乘上0.5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乘式的部分 大概撰寫出來 結果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 我給各位參考一下 第一個 就是 上面這部分 這個是指的是上面的標題部分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會多出一個這個橫線 那橫線部分的話就輸出 這個橫線 如果題目裡面有要求要做這個動作 那你就把這個橫線做出來 如果沒有要求你就不要做了 那這個部分就是 題目裡面 那再來的話跑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呢 For I等於1到 10年了 我們就11好了 小於11就是 它的範圍就是 1到10 然後是加加 OK 那 負利的部分的話 我宣告一個Double 那Double部分的話呢 我叫Sum A好了 那它的公式的話 我們把它改回來 因為這邊其實可以 可以再做其他練習 加1000塊 那我放在銀行裡面 一般基本上銀行都是負利計算 那 負利計算如果說我今天要 給公式的話 記得就是 Mass.Pow 好 然後呢 1加上0點 好 也就是說 1點 就是我們的利率放在後面 那 放1年之後的話 好 那就是一次方 就是這個結果 好 那以此類推 就是再相乘 再互相乘 等於是幾次方 把這個結果秀出來 做出來之後 傳給什麼 Sum A 然後呢 這個Sum A的話呢 再怎麼樣呢 把 這個Sum A的結果放在這裡 不過因為它這個Double 所以會有小數點 那題目裡面要我們怎樣 把它變成一個 四捨烏入之後的 一個整數 那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用什麼 Mass.run 所以這邊會用 Mass的兩個方法 一個是Mass.Pow 一個是Mass.run 然後呢 那這個地方再多加兩個Tab 因為要讓他有那個距離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單例計算的話 那公式我們就是1 加上 I 因為你要乘上幾個單例 那這邊0.05 OK 那把它相乘之後的話 再把結果放在這邊四捨烏入 OK 所以最後的結果 我們RUN出來 大概是來看一下 直接RUN出來的話呢 按確定 底下的話呢 就上面的年 然後呢 A銀行 負利跟單利 然後 放 最後結果類似這樣的 不過這1000塊 放10年之後 大概只有 增加 600多塊了 OK 那0.05 這個利率 現在應該是沒有了 現在銀行利率的話 頂多就是1%而已吧 搞不好那個 你們定存 定存有一年期 好像還沒1%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說 對非常非常少 所以你會發現 應該是0. 0.2 這個地方 0 0.25 這樣 那你會發現 你RUN出來的話 基本上這個利息少的 少的可憐 然後放10年的話 1000塊 還 還只有200 280 那如果說像 像現在有 人家一直在詬病的說18% 如果18%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改成18的話 你會發現 放個10年之後的話 有沒有 就變成 5000多 所以你會發現 18% 真的是 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會發現 你如果放1000塊 那假如說你有1000萬的話 1000萬 你放 一年就有180萬 如果說你有1000萬 然後呢 放18% 也就一年多了180萬 那180萬 基本上 一年如果你有180萬 那你可以不用工作了嘛 年薪 破百萬的話 那比年薪百萬還好賺 OK好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我再把畫面 這個這個 我的結果給各位參考